歡迎來到我們的中國財經簡報節目 首先 阿里巴巴的天貓奢侈品館 正在成為奢侈品館 正在成為奢侈品牌 進入中國市場的首選平台 其中結合了線上線下的銷售方式 特別受到年輕消費者的歡迎 比亞迪的美國CEO Stella Lee 在2024年米爾肯全球會議上發言 強調比亞迪應該不會因為是中國公司 就被美國封鎖 並應該被視為全球公司的一部分 最後香港股市在經歷了10天的連續上漲後 近日出現震盪 交易者在考慮是否應該在此時套現 請大家繼續收看詳細內容 在當今這個數字化時代 購物已經不再僅僅是一種獲取物品的行為 而是一種享受和探索的過程 南華早報近期報導 阿里巴巴旗下的天貓奢侈品館 正在領導線上奢侈品購物的革命 為那些對數字化非常敏感的中國消費者 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購物體驗 這個平台與參加日內瓦 WATCH&Wonders博覽會的品牌合作 允許中國消費者通過淘寶應用程序 直接查看和比較最新的手錶發布 並從日內瓦的產品中直接購物 天貓奢侈品館成為了許多奢侈品館 成為了許多奢侈品牌 進入中國市場的首選平台 它提供了線上和線下的混混和體驗 以吸引那些尋求情感聯繫和投資件 如珠寶和手錶的年輕消費者 天貓奢侈品館提供了一系列的 數字功能和服務 包括與人宇宙偶像的互動 虛擬世代服務 以及一對一的直播諮詢 以增強購物體驗 並吸引中國消費者的注意 並吸引中國消費者的注意 明台還通過名人大使的直播和露面 限量版禮物的贈送 以及沉浸式數字體驗 獨對巴黎反燈黃場的數字重現來吸引顧客 而在汽車行業 迪亞迪BYD的美洲CE有Stella 在2024年尼爾肯研究所全球會議上發表了一番言論 這也被日金亞洲詳細報道 它認為作為一家中國電動車製造商 迪亞迪不應該像TikChart或華為那樣被美國封鎖 它強調將中國公司自動與中國政府聯繫起來是不公平的 並且比亞迪在不同的行業運營 比亞強調 比亞迪有望成為一家全球公司 美國應該允許其公司 選擇最佳供應商以滿足他們的需求 與此同時 《南華早報》報導稱 香港股市在接近8個月高點時出現了停滯 交易員們正在考慮是否應該在紐市中套現 恒省指數輕微下滑0.7% 至18453.2點儘管在早些時候曾經上漲了0.3% 科技指數下跌了1 而上海綜合指數幾乎沒有變化 在此之前恒生指數已經連續10個交易日上漲 這是自2018年以來最長的連勝記錄 從1月份的低點反彈超過20% 技術交易員將這視為牛市的標誌視為牛市的標誌 然而恒生指數的14日相對強弱指數已經上升到70以上 對於預期表明股票已經過熱 可能需要進行調整 從這些報導中我們可以看到 無論是奢侈品購物還是汽車製造或是股市的波動 中國公司都在其各自的領域裡積極尋求創新和全球化的道路 這些故事不僅展示了中國企業的韌性和遠見 也反映了在全球化的今天跨國合作和公平競爭的重要性 隨著電子商務巨頭阿里巴巴集團 對旗艦網站淘寶進行多年來最大規模的改版 這一舉措無疑成為了業界的熱點話題 南華早報報導這次改版旨在提升用戶體驗 並在中國第二大網購節前夕為淘寶平台注入新的商業動力 改版的重點包括簡化網站布局優化搜索和購買流程 以及延長用戶登陸時間 這一舉措正值阿里巴巴 面臨激烈競爭和艱難的業務重組期 也體現了CEO吳永寧對聚焦消費者服務和體驗的推動 此外改版還將補充淘寶熱門應用程序的功能 幫助公司吸引新用戶 並重新奪回中國電商領域的領先地位 然而在全球範圍內 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曾經是歐洲投資的熱點 如今卻遭受冷遇 德金全華早報的報導 由於地緣政治的複雜性和緊張局勢的增加 歐洲公司發現參與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 變得越來越困難 雖然一些歐洲企業仍然參與與該倡議相關的項目 但他們面臨著包括如何最佳建設基礎設施的根本性分歧 以及對地緣政治風險的擔憂等挑戰 此外 新冠疫情也使得中國的國內市場 對外國投資者變得不那麼友好 德國跨國公司曾經為中國在非洲的項目 提供零部件和專業知識 但由於許多公司對方法和標準的猶豫不決 尋找合作夥伴變得困難 中國更傾向於單獨工作的偏好也被凸顯出來 中國已將重點轉移到與倡議夥伴的 小型基礎設施項目上 而歐洲參與者則需要一定水平的環境保護 和證明一個國家的緩緩能力 在另一方面 日經亞洲報導中國汽車製造商 進入泰國的電動車EV市場 引發了一場價格戰 這場競爭對市場的影響引起了警告 中國汽車製造商之間的激烈競爭 源於國內市場的殘酷競爭 和消費者之處的下降 然而由於泰國EV市場目前的增長趨勢呈現下降 預計將出現市場整合 中國製造商在泰國市場的低價策略 不僅展示了其在全球範圍內的擴張意圖 也凸顯了在國內外市場競爭中的策略調整 綜合來看 從阿里巴巴對淘寶平台的大規模改版 到歐洲公司在一帶一路倡議中的挑戰 再到中國汽車製造商在泰國引發的價格戰 這些事件不僅展示了中國企業 在全球範圍內的商業策略和挑戰 也反映了全球市場動態和地緣政治因素 對商業活動的影響 隨著全球經濟環境的變化 中國企業無疑將繼續調整其策略 以應對內外部的挑戰 並在全球市場中尋求新的增長機會 在當今這個充滿挑戰與機遇的時代 各國政府和企業都在積極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 以保持經濟的穩定和增長 從中國的房地產市場 到德國汽車製造商在中國的數據困境 再到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歐洲 這些事件都反映了全球化背景下 各國之間複雜的互動和競爭 Depernal報導指出 中國政府已重申其振興陷入困境的 房地產行業的承諾 這個行業一直面臨著市場信心的侵蝕 和過剩的房屋庫存問題 政府的新策略 包括允許地方政府將未售處的房屋單位 轉變為社會住房 然而專家們認為 政府的措施可能不足以解決 房地產市場面臨的挑戰 這些挑戰包括購房者興趣下降 流動性問題 以及開發商違約的高水平 他們認為需要進行深入的財政和稅收政策改革 才能從長遠來看 恢復房地產市場的健康 在Diplomat的另一篇報導中 德國汽車製造商在中國面臨的數據困境 也引起了人們的關注 在德國總理奧拉夫·少爾茨 最近訪問中國期間 討論了關於自動駕駛和連接車輛 和FERS的中德諒解備忘錄貿易的續簽 這引發了關於數據隱私安全 和德國工業競爭力的問題 中國的數據治理制度賦予國家 和中國共產黨機構更大的權力 增加了對中國公司銷售的FERS 可能構成的國家安全風險的擔憂 德國政府打算與中國討論 互惠數據轉移 這應該引起歐洲的關注 歐洲政策制定者應該考慮 最大限度實現個人數據的本地存儲 保護關鍵基礎設施的可行解決方案 Washington Post 報導了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自新冠疫情爆發以來 首次訪問歐洲的行程 已經調到極限 此行求將歐洲拉近中國的軌道 因為歐洲大陸在是否 人因將中國視為合作夥伴 還是對手上出現了分歧 習近平訪問匈牙利和塞爾維亞 也可能向歐盟發出警告 提醒其不要採取任何違背中國利益的行動 貿易緊張局勢預計將是議程上的重要議題 布魯塞爾已經啟動了 對中國電動汽車補貼的調查 並對中國的風力發電機補貼 和公共採購醫療設備進行了調查 歐洲領導人指責北京扭曲市場 並希望保護歐盟汽車製造商 免受據稱受到補貼的 更便宜的中國電動汽車進口的影響 歐盟官員還批評中國充斥住電動汽車市場 並威脅對中國電動汽車進口徵收關稅 這些報導揭示了全球化背景下 國家之間的競爭與合作 以及各國政府在解決經濟和安全問題時面臨的挑戰 無論是在房地產市場、汽車製造業 還是國際貿易中 國家之間的互動都充滿著複雜性和不確定性 需要警示和創新的策略應對 聲明播報的內容是六度團隊推薦的全球專業媒體 智庫政府機構和行業專家的最新報導 分析簡報 更詳細的內容請大家去這些媒體智庫的網站閱讀 這些內容並不一定反映六度簡報的立場 並不能作為任何決策的建議 六度團隊由專業媒體人、學者、科學家 組成的獨立新型媒體 大家可以根據自己的專業要求 訂閱各種簡報 網址是6.briefen 康明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過電郵收到六度簡報 都可以通過電郵收到六度的領域 及到六度的領域